生孩子嘛 但是后来就觉得还好 因为人生还是 这种东西是很自然的 说到郭碧婷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郭碧婷是香港众多豪门太太里 最幸福的一个 她也是众多都非常羡慕的一个女人 郭碧婷在2019年 遇到的她的生命的 抵白马王子向左 那时时的她35岁 也是到了该嫁的年龄 向左虽然颜值不算高 但她确实妥妥的豪门 要知道向家在香港是很有地位的 向家在香港涉足很多产业 所以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 对向家都非常的尊重 作为向家的儿子向左 虽然样貌不出众 但凭借家庭背景 地位却成为很多向家豪门女人们的猎物 据说向左在郭碧婷之前 就有过多段恋爱 而且有一段恋爱谈了长达五年时间 不过没有妈妈向太的同意 向左是不敢带女友回家的 娶郭碧婷都是向太的意思 而向左一点也不敢忤逆向太的意思 郭碧婷是向太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认识的 向太觉得郭碧婷很干净 没有传过任何绯闻 在娱乐圈里算很特别的一个女星 向太在见到郭碧婷以后感觉十分满意 所以向左鼓励自己的儿子向左去追求郭碧婷 或许是郭碧婷也到了该嫁的年龄 对于向族的求婚 郭碧婷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两年也就很快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郭碧婷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豪门向太太 婚后郭碧婷为向左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很是幸福的一家子 有一次郭碧婷被问到 向左让你管钱吗 都是妈妈在管 郭碧婷的这一回答 让网友们忍不住纷纷吐槽 向左是妈宝男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留言评论